歡迎鎖定股市群英會 在今天台股行情的部分的話 還是一樣出現震盪 一如在信捷兄所有過去 叮嚀給大家的地方 這個行情指數有些下滑了一律 可是來到這邊 會不會有期待利空出徑的效果 就像指數表現一樣 在早盤盤中的話 出現低點位置之後的話 尾盤逐步的墊高 甚至來到紅盤的位置 那麼又該如何掌握呢 信捷兄你好 信捷兄好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晚安 是 信捷兄 這個行情的觀察裡頭 能夠期待出現轉折嗎 我想其實談到整個大盤加捲指數 我相信其實只要是 我們股市群會的忠實觀眾 或者說在每天盤中 有鎖定我跟書賢的一個 在三立財經台的盤中 領先投資朋友都非常清楚 我們從整個上個禮拜 8850點就已經 領先市場告訴投資朋友說 這邊外資有在落跑的現象 外資在當落跑新娘 從剛開始是先賣期貨 之後連著現貨怎麼樣 開始做個大幅的賣招 好 等到賣到現在大盤指數 來到8400點上下 你會發覺越來越多市場上的專家 越來越多投資朋友 反而在這邊跌的短線 擊殺了400多點 反而在這邊開始恐慌害怕 當然我們就姑且不談 那種一些空投專家 永遠的空投言論的 因為畢竟從7800點 沿路空到8800 那8800就算可以回到8300 8400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還是輸家 永遠還是輸家 輸家永遠還是輸家 除非你期待未來大盤指數 有一點跌破7200點 否則這些空投的專家 其實都很難反敗為勝了 好 那回過來說 談到整個大盤膠群指數 我們在之前8850點 跟投資朋友說這個盤要回檔 我們也很清楚的跟投資朋友講 這次的回檔 應該有機會來到多少 來到季線上下附近 也就大概在8300多點這邊 那你會發覺今天大盤加權指數 盤中就真的達到8300多點 好 但是今天盤中 再達到8300多點的時候 我相信今天盤中找盤 找盤的時候 應該很多都真的會恐慌害怕 為什麼 因為今天很多中小型股票 尤其是之前很強的股票 包含在一些光通訊的標的 如果導播可以幫我們帶一下 你看這都是之前的強勢股 熱門股 來 導播可以幫我們帶一下 像3234的光環 公布財報 3234的光環 幫我們帶一下分時走勢圖 開盤沒多久就直奔跌停板了 你看公布財報那麼漂亮 4979的華星光 前三季賺得5塊多 開盤開一點高之後 直接殺到跌停板 連帶了整個拖累4971的英特蕾 對不對 今天也是開盤 直接就奔下跌停板 4991的F1也是怎麼樣 直接幫我們從平盤 直接灌到跌停板 投資朋友今天可能都會被嚇到 對不對 為什麼這些之前的 來 給我一張特寫 謝謝 這些強勢股今天都殺得很重 大盤指數早盤稍微開小高反彈 盤中一度殺下去 可是你如果仔細看 今天在盤中殺盤過程當中 第一個 其實之前比較弱勢的群齒股 今天其實早盤在殺現貨 你不覺得是前幾天是期貨比現貨弱嗎 我不曉得投資朋友注意到 前幾天是期貨比現貨弱 今天盤中大盤指數在壓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時間 台子期都幾乎撐在平盤 而且還有一個更詭異的地方 更序劇化的地方在哪邊 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今天大盤加權指數 說完不是小漲13點而已 沒什麼 導播可以要幫我們帶下 今天的台子期的分時走勢圖 這可能有點詭異了 你有沒有發覺 哥投資朋友 今天的台子期 直接拉尾盤收最高 拉了六十幾點 你沒有看錯 真的今天拉了漲了八十幾點 從原本的逆價差 卻在往尾盤轉為正價差 最新的訊息有沒有看到了 你看3D財經台的訊息是最快的 當然如果不夠詳細的話 每一天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FB的股市群會 我也會把三大法人 不斷在整個現貨 旗子選擇取得多空的部位 都會剛才做最新的統計 然後在FB的股市群會裡面 跟大家分享 你看外資今天 在八千三百多點 真的如我們所預期的 這裡季線應該可能是一個 短期的非常關鍵的一個轉折買點 季線這邊很有可能是一個 短期的非常關鍵轉折買點 外資原來今天台子期這麼強勢 原來我們找到人了 原來今天外資低檔逢低加碼多擔 那如果之前在八千八百五十點 沿路下來外資賣多擔 賣現貨它對了大盤跌了四百多點 那如果今天你剛剛所看到的外資今天 在八千四百點以下加碼多擔 那下個禮拜要做結算動作 你覺得這邊除非啦 我們不能說股票市場沒有百分之百 除非有什麼突發性的重大利空 否則這個大盤加權指數 是不是在整個下個禮拜三 台子期結算之前 要破八千三百點的機率 要破記性的機率 是相對比較低了 對不對 是不是相對比較低了 所以整個大盤的加權指數 也符合我們所講的 如果八千八百五十點 我們提前告訴大家 提醒大家外資落跑新娘 是不是現在今天來到整個這邊 來這邊稍微放大一點 這個我在今天中午十二點多 跟蘇賢在第二口連線的時候 我講過了 今天整個大盤指數 感覺有機會收個十字線 今天說這個十字線 它可以是中計 再搭晃黑也可以 我沒有意見 那你直接灌破記性再說 也有可能在這個十字線 類似這個十字線 它有可能是一個關鍵的一個轉折 短線一個變盤信號出現 所以來到整個記性支撐 我們剛好搭配 剛剛左最新出來的 今天的統計數據 外資今天在第一檔 反手加碼台詞騎的多單 那這邊會不會是一個關鍵的轉折 出現至少短期間 可能有機會 至少先做反彈就再說 那代表是沿路這邊 如果你再跟著 這段我帶你避開的 如果在這個八千三百點 你要跟錯的專家 做錯的方向 做錯動作 又在這個關鍵的轉折 可能是一個買點 你反而在這邊做過度追空的話 你可能會再跟過去這兩個月來 從七千兩百點 被嘎到八千八百點的空投專家一樣 你可能會再輸一次 你可能會再受傷一次 好 那如果這邊是一個關鍵轉折點 來 這個我們今天 特別推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 這個活動我一開始一定要跟投資朋友分享 當作是一個回饋給投資朋友 也當作是一個補償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活動 那為什麼叫做回饋以及補償呢 待會談到個股 我再跟你做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那這個活動叫做樂透 樂透發發發 樂透發發發 那為什麼今天要特別在這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推出這個活動 我相信個頭是很清楚 我們在八千八百五十點 告知大家這盤要回撤季線 那現在這個季線真的來了 真的來了 你說老師還差幾十點嗎 我想差個幾十點 其實附近就應該差不多了 那如果整個季線支撐 它叫做是一個關鍵的轉折 一個關鍵的轉折要出現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這一波 你想掌握住對的方向 而且要做對的動作投資朋友 你待會趕緊跟我們線上分保持聯絡 那所謂的樂透發發這個活動 比方說 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講的 你可不可以利用我們軟體的操盤工具 利用我們操盤工具 我們軟體指標 對不對 針對指數 針對大財富的操作 對之前八千八百五十點 帶著割頭之後 避險下來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那如果來到這邊 既線上下附近 有沒有機會 反手應該是要補空翻舵 如果短線而言 就短線而言 這邊應該是不是要開始準備 有機會出現一個補多翻空的機會 甚至可能在整個這些 利用軟體指標在整個大財富的操作 或者在整個方向操作 我想有時候做法是不太一樣 比方說這一波大家都知道 短線的四天的擊殺四百多點 你當然是怎麼樣 避險操作 利用軟體指標避險操作下來 那如果說未來這幾天 我說真的 麥公直接用V型彈聲直接拉上去 我只要未來這幾天 到下個禮拜台紫棋結算前 我撐在這邊就好了 他說你有沒有想過 我只要未來這幾天到台紫棋結算前 撐在這邊就好了 你知道什麼叫做莊家通吃嗎 你知道什麼叫莊家可以通吃 再度大獲全勝嗎 什麼叫做莊家可以通吃大獲全勝嗎 所以如果過去這段時間 你有聽所有我們的建議 對不對 8850 避險下來 對不對 現在在這邊 可能有一個專家通吃的一個轉折的一個機會 到8800 可能沒有賺到錢 被軋空手 甚至被軋空單 空單賠了錢 然後這一波 做多的這一波從8800 短線被殺了400多點來到8300多點 殺了四五百點下來 可能做空也沒賺 做多也可能被套到 甚至可能這一波 因為買錯的股票 買到我們在跟投資者講的 有一些 已經中期轉落股票的投資朋友 我們特別推出這個 盡量不要讓你有任何負擔的這個 熱透發發發的活動 好 那是針對第一個針對大盤 第二個針對個股的表現而言 我想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也從等個低檔帶個頭車操作 鎖定一些法人在鎖馬標的 包含在整個太陽人 那你會發覺 當我們幫你掌握到這一波 最近的預金 這些股票就算公佈財報 股票都拉回整理了 因為別忘了 股價一定是領先反應 股價一定都是領先反應 甚至到整個F5288的F風翔 這一波光期13天 大漲將近八成左右 對不對 那你會發覺 我們幫你掌握這些股票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在那邊 除了預金是轉虧為盈 如果導播可以的話 幫我們帶一下 3691的碩核的K線圖 這也3691碩核的K線圖 你看之前也這一波大漲到660幾塊 股價寫下最近這兩年波段新高 那我相信我們當時在650幾 660附近也建立你 可以先做個獲利拔打動作 那我也跟你講過嘛 前三季的獲利就優於去年一整年 昨天公佈財報是不是正如我們所講的 那不管是碩核股價為什麼可以寫下 最近這兩年的波段新高 F風翔股價寫下歷史新高 F廣華股價也是平了最近這兩年的波段新高 股價也創了今年的波段新高 甚至包含在整個升級股部分 自行這種短線操作之外 聯合股科你看今天 導播如果可以的話 再幫我們帶下4129聯合股科今天的走勢 就是有沒有非常的強悍 回到月線附近今天拉到接近漲停板 回測月線之後今天又拉到接近漲停板 不斷是今天收盤價80幾塊 或者你看之前幫你掌握到這一波 那我講過這檔股票未來你還是要鎖定它 這檔股票中線的還沒有走完 一個中長線的還沒有走完 好那這一波為什麼聯合股科 股價可以寫下最近五六年的一個波段新高 對不對 股價也創了今年的新高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設設在哪邊 那就是怎麼樣 我在幫割投資後挑選的股票 幾乎都是獲利成長股 低本一筆的獲利成長股 換句話說就是今年的獲利 大於怎麼樣去年 然後明年的獲利 至少在法人心目中 明年的獲利又可以優於今年的一些標的 所以我們講過了嘛 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幫割投資後掌握到了 這些股票 十月份行情熱我們多賺一點點 十一月份最近比較難做一點點 我們少賺一點點 那你會發覺 全市場唯有股市群會告訴你 我們偶爾會有錯的時候 我們會告訴你 那今天我還有停損另外一檔股票 那這一檔股票我待會再跟你做 解釋說明的一個動作 那你會發覺我們是帶進 第一個我們帶進一定帶出 第二個我們顏色挺損挺利一點 第三個我們仍然在秉持著 大賺小賠賺多賠少 累積多的一個情形之下 帶著個頭怎麼來操作 好那你說除了這些我們之前做多賺錢 這一波從8850下來 我們不能每天做多 我們所有風險要提醒大家 我們不是只會做空 只是喊空 沿路從7000到8800 我們不是像其他使托頭專家 8800又沿路只會做多到怎麼樣 8300 我們這次在8850點 我們也提醒各個投資朋友 人家說在勾票市場裡面 怎麼賺錢 贏家又要怎麼樣 做多轉強股 對 放空或者甚至避開 不想做空的投資 至少這些轉弱股票 你要先做避開的動作 對 手上盡量不要有這些弱勢的股票 那你說如何去判斷 老實話怎麼去判斷 什麼叫轉強股 什麼叫做轉弱股票 不是說怕去就轉強 怕在樓下就轉弱 指標它會很客觀的告訴你 指標會很客觀的告訴你 所以我們在過去這一個多禮拜下來 我們剛剛在頭中講到這些標的 你看 那這些標的短線有時候有反彈 你要注意找賣點 因為這些股票都已經轉弱了 甚至包含在整個這些 昨天跟你談的這些 來 你看我隨便舉給兩檔 1539的巨庭好了 如果打破可以幫我們帶下巨庭的K線圖好了 今天繼續再創新低 大盤指數就算拉上來 有沒有 對不對 這個已經很明顯下來 當然短線可能撒到年線附近會有稍微撐一下 安城藥今天再度破底 對不對 等等這些標的 我們幫你掌握到 再來甚至包含這些 如果你有上述這些股票投資朋友 你可能都要稍微小心一點點 你可能都要稍微小心一點點 任何反彈 找賣點 這些比較已經轉弱股票 資金請你不要先注留在弱勢股 因為 如果你手上抱的是弱勢股 總算這邊季線有機會上來 你的股票不一定會漲 搞不好漲沒份 但是你看最近這幾天一回檔 跌一定有份 對 跌都一定有份 所以包含你看當時紅準 高檔出現賣訊 我們一直跟同學講 憑蓋股你不要碰 憑蓋股你不要碰 iPhone 6s 下個月之後你會更明顯看到 什麼叫營收開始走下坡 對不對 這個不是我們在講 連美國蘋果都開始在跌了 對不對 那整個紅準 看這一波 漲沒份 跌有份 竟然大盤指數還在8300 8400 高檔竟然破跌 跌破7200點相對的位置 瑞宜 對不對 這也是一樣 那我們講過了 這個賣訊都已經出現了 這個中期頭部已經隱藍成形了 對不對 這個已經破線了 這個整個頭部都已經出來了 甚至包含在工具機裡面的上銀 對不對 這個也是破線了 這也是一個頭部都已經形成了 對不對 甚至包含在整個這些股票裡面 今天的光通訊的標的 光通訊的標的 今天也是一根長黑下來 光環第一時間有沒有發覺 沿路一直都是多方買訊的光環 今天這一根長黑 已經出現轉落現象 一百一十五塊出現轉落 你剛好還可以很好賣 不用等到今天跌領版剩下一百零幾塊 而且割頭之後你要很清楚一件事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漲跌幅已經不是像以前7% 現在漲跌幅叫做10% 那是代表什麼意思 第一時間買點跟賣點重要 對不對 因為你錯過第一時間買點 你說好那我第二時間買高一點 我頂多少賺一點 那還無所謂 那還沒有差到多 但是我說如果當賣點的時候 人家說賣股票那時候 你第一時間賣跟那個什麼 瞬間急殺下去再賣 可能已經5%10%不見了 因為你看到最近很多股票 只要一殺下去 出一個 我剛剛一開始也讓你看了 很多股票今天就直奔跌停板了 所以你如何掌握到第一時間的賣訊 很重要 對不對 那我們軟體指標 如果你用我們軟體指標 你不用等他今天盤後 我再跟你講 我等到盤中 我已經大概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 我再把Po在FB 大概12點多一點Po在FB 股市群會跟你分享 今天盤中一些熱門股的走勢看法 那賣服了 股票都已經先殺下 先扎到跌停板附近去了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用我們軟體指標 你可以在第一時間就掌握到了 這包含有一檔股票 也是一樣 對不對 4991的怎麼樣 F環宇 其實今天在盤中連線的時候 蘇賢就第一時間幫投車掌握到了 對不對 所以蘇賢的連線 你一定要每天要準時收看 對不對 你看今天也是在這邊 沿路上來第一次出現這一根 很大的一根黑棒 這個空頭起跌的一個賣訊出現 對不對 那你會發覺這個賣訊出現 股價就瞬間急殺下去 對不對 那這個在第一時間出現賣訊 我說如果你擁有軟體指標 你不用等到現在下午 我還告訴你這檔股票 短期間 我們坦白講 它有點轉弱 整理的時間可能要拉長了 當然碰到季線或許短線有機會反彈 但是如果一旦跌破季線 它可能整理的時間會更久 好那整個懷疑這檔股票 為什麼我剛跟投資者說 要跟你說今天為什麼 樂透發發也是一個補償方案 這檔股票我必須在節目當中 也跟我們的家族成員 我們的會員們 以及各位親愛投資者說聲抱歉 這檔股票我們在今天早盤停損出場 原本算錢 但是今天我們把它停損出場 因為短期破限 代表它整理的時間會比較拉長 我們把它停損出場 好那我相信 我們做的你會發覺 我們不是只有 每天漲的還拿出來講 報喜不報憂 我們知道這一波其實 很多投資朋友都跟著我們腳步在做股票 好那這檔股票 我相信其實當時也很多投資者手上 可能都會看我們節目下去買這檔標的 但是不對 我一定會在第一時間跟投資者講 因為他要做震盪整理 那如果這個股票可能短期間要再震盪整理 我們寧可先把資金 抽出來觀望 那也因為F5有今天的這個 這根的重挫下去 可能讓我們會員 也讓我們所有股市群會的 中市觀眾們 以及我們FB粉絲 股市群會的粉絲團的投資朋友們 可能受的傷 像我信潔老師我這邊公開的跟 各位投資者說聲抱歉 這支股票擲你賺到錢 但是 雖然這檔股票沒有能賺到錢 可是我們過去也蠻多股票 讓投資者都賺到錢 好那我們不要說過去的東西 我們說好漢永遠不提當年勇 那接下來這檔股票 沒有讓大家賺到錢了 那這個盤現在回到預計線附近 我們剛剛講的 他很有機會是一個什麼 轉折的一個什麼 關鍵轉折的訊號出現 舉辦這個活動 樂透發發發這個活動 我要帶個各位投資朋友 在股票市場裡面反敗為勝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活動 你有興趣的 你現在就可以跟我們線上 服務保持聯絡 那我剛剛也講過了 也因為我們要補償回饋給大家 所以今天這個樂透發發發這個活動 我們會盡量讓各位投資朋友 沒有任何的負擔 我們只有一個想法一個目的 趕緊想盡辦法 讓各位親愛投資朋友 在股票市場 反敗為勝賺大錢好不好 謝謝 好 非常謝謝信杰兄 信杰兄真的很難得 這些個別無敵才 這表現相當犀利 而且這個回饋動作到底是什麼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快點, Spike 快點, Spike 快點, Spike 呃!呃! The life is going insane Getting up and down and in the dream 啊!呃!呃! 感冒頭疼,屁最老 趕緊,優老安會收賺錢 滴滴又進入口 三幾號碩票,優老安 台灣No.1國際漁業展來囉! 完整呈現台灣漁業產業鏈 11月19到21號 就在高雄展覽館 全新iPhone 6s輕鬆到手 加碼優惠再選6000 iPhone 6s臨人帶回家 亞太電信讓你美夢成真 桃園產業大未來趨勢高峰論壇 桃園創造傲視全球的產業經濟 經營訣竅全球趨勢大公開 國際盛會盡速報名 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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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The Wreck 谁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 饮料 宝矿力水的梦想登月行动 Let's go to the moon 我想当太空的造型师 国家老师 写下梦想宝矿力帮你送上月球 还有机会到美国游NASA 宝矿力梦想升空 欢迎再度回到股市群英会 在刚刚信息中留了一个伏笔 这个买盘的重心或聚焦的重点 应该在哪里呢 我想其实如果你每天有锁定 我跟朱贤在盘中的 三立财经台连线 你就知道 我们都会帮这个投资者 持续的挑选一些法人 持续的在买超的一些 低档标的跟投资者做分享 所以你会发觉 就算最近这几天 外资卖了400多亿 如果三大法人严格加起来 是败的这个应该有500亿左右 可是虽然法人最近这几天 卖了500亿 有没有反而在低档 在买的标的 我相信其实如果你用心的话 甚至搭配你对这些股票的 基本面够了解的话 你还是可以找得出来 比方说像这种标的 对 这种在低档区的标的 对 在底部区 你看在这种低档区你买它 是不是低风险高利润 对 你的风险只有大概 设一下小风险 但是利润上去可能一大段 这种也是法人开始在 昨天在低档开始大买的标的 就算今天大盘指数盘中怎么震荡 它都维持在盘上 相对强势 甚至已经大到快要接近涨停板了 像这种标的 你要特别注意 也许这些档也是一样 最近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看今天这个股票还可以拉长红 写下最近的波段新高 大盘跌了快500点 还有高票创新高 那这个就是因为低档法人在买的标的 而针对这两档股票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我刚也跟投资朋友讲了 今天我们有一个补偿 回馈给大家的 回馈补偿给大家的这个活动 对 如果你认同信杰老师我的 你想跟着信杰老师我 在股票上反败为胜投资朋友 我不敢说我们一定是百分之百 我讲得很清楚 我们偶尔会有做错的时候 但是我相信我跟其他专家最大不同怎样 我们错了 我们告诉个投资 这支股票我们看错了 我们做错没有赚钱 我们赶快把资金抽出来 再换别只股票 还快贪掉就好 对不对 不要硬拗 不要从7000热空到8800 每天硬拗喊空 当然你空了1600点都没赚钱 所以如果针对这个热透发发发 这个活动你有兴趣的投资吗 我刚也讲了今天给你一个非常 几乎可以说是不要给个投资有任何的负担 尽量帮个投资朋友 那这个明儿而且这个机会很有天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转折有时候是稍纵即逝 另外一档股票也是投资中 可能比较关心的这档南方之星 那南方之星这档股票 你会发觉今天盘中 跟着大盘打到季线 哇 今天这档股票 我觉得来到季线蛮不错的 真的是 是一个短线甚至可能是一个波段 一个绝佳的买点 今天我们发觉打到季线之后 尾盘拉上去油黑翻红 光今天的价差就高达多少 高达了六七%以上 所以谈到南方之星这档股票 我想以它今年前三季的获利 已经创下挂牌的新高 明年获利已经这是几乎笃定 大家都知道其实 以生计股的基本面来讲 它的波动度没有像电子股那么高 那如果明年获利可以再写历史新高 这档股票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这档股票应该是早晚股价 还可以再创下历史新高 那如果未来股价可以再创下历史新高 再来就是观点就是怎么买的问题了嘛 所以怎么买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想把握这次回撤季线的关键买减投资 今天这个热透发发发这个活动 欢迎你赶紧跟线上伯物保持平落 好不好谢谢 好 谢谢大家